恍徙子 各位祈禱告 阿爸 天佛 我感谢您 感谢您让我们走在这样一条生命的路上 您蜀脸的恩典 时时刻刻地背叛着 您的手 每一个台阶 每一个小站 都缠络着我 在每一个狂风宝雨里 我们知道神你和我们同在 所以我们心中就满意不满 主要在我们的里面 依然有很多黑暗 卑鄙 不信 软弱 但神 你依然照着我的本相爱我们 耶稣基督 你依然愿意掺拉我们 你在石架上的宝雪 没有白骨 你在石架上的应许 没有落空 主今天晚上 你来看我们的心 赐下你天上的话语 成为我们的粮食 让我们每个人在干旱 疲乏无菲之地 得着你丰富的供应 主我们感谢你 愿神你今天晚上 与我们同在 在我们中间行走 你行骑士 我们感谢你 请你听我们的祷告 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马太福音的十七章 马太福音的十七章 那我们这样子一起念一下好不好 这个弟兄们呢念单数节 姊妹们念双数节 好吗 那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一段经文 马太福音的十七章 一到十八节 弟兄们先开始 单数 过了六天 过了六天 耶稣带着彼得 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 暗暗地上了高山 就在他们面前 灭着天神像下 灭灭明亮如日头 一上节来如往 忽然有摩西 一定来向他们显现 同耶稣说话 主啊 我们在这里的真好 你若愿意 我会在这里 拉三座风 一座为你 一座为雲西 一座为你压 说话之间 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 遮盖他们 谁有声音从云彩里所来说 这是我的爱之子 我所喜悦 你们要不听他 门都不听见 就福不在你 极其害怕 耶稣进前来 通过他们 说起来 不要害怕 他们居目不见地人 只见耶稣在哪里 下山的时候 耶稣跟着他们说 认知他没有从死里复活 你们不要这样 参加你的道教主 我们的世界会说 以利亚要去先来 耶稣跟着他说 以利亚固然先来 并要出清什么暗示 只是我告诉你们 以利亚已经来了 人确不认识他 请学人以待他 人子也要想到这样 受他们的爱 门徒就才明白 耶稣所说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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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约翰 耶稣说 我们 不报了 做人的爱 有一个人来 见耶稣 回家 说 主啊 耶稣 他还 与次跌在我里 与次跌在水里 我会带他到你们 一人那里 他们也不能提醒他 耶稣说 哎 这又不信 又被谜的事在了 我在你们这里 要到几时呢 我忍耐你们 要到几时呢 把他带到我这里来 而耶稣 实责的答案里 伪扣出来 从此 孩子就 越来越越了 这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 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 马太福音呢 非常明显的 分作 七座山 七座山 这个 试探山 教训山 祷告山 伊俊山 变化山 橄榄山 和史灵山 这是七个 每一个基督徒 或者每一个门徒 一生所要走的 凌晨的七个 Milestone 或者七个里程碑 那我们刚才看了 这段经文呢 是讲到变化山 变化山 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主耶稣基督 登山变象 对不对 脸目明亮如日头 衣上 洁白无光 我们看一下 第一节 过了六天 耶稣带着彼得 雅各和雅各的 兄弟约翰 暗暗地上了 高山 我问你 过了六天 这个词 你要从哪里来看 它到底是 这个 什么样一个 前因后果呢 要看 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 十六章出现了什么事情呢 就是 耶稣 在跟他们讲论自己 要丢十架的时候 怎么样 这个 上帝呢 就 启示彼得 讲耶稣是神的儿子 是基督 同时呢 彼得 要怎么样 要 将 主耶稣要将教会 建在彼得这磐石上 阴间的权品 不能 炫过他 对不对 然后 最后呢 主耶稣又讲自己 要死里复活 彼得呢 这个时候 刚刚被圣灵充满之后 马上又被 魔鬼 所以又 又说 这是 并不灵道 然后 主耶稣又对 彼得讲什么 撒旦 退去吧 因为你只体贴人的意思 不体贴神的意思 你知道 就在这事情之后 又过了 六天 圣经里 第一次讲到教会 就是在 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 第一次讲到教会 就马太福音第十六章 过了六天之后 怎么样 教会的 真正的那个 彰显 就彰显在 变化山上 所以你知道 过了六天 就是第七天 第七天是哪天 礼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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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来教会的 所以你知道 这里面所讲的 就是讲到我们 在教会的光景 而且在教会的 这个里面 有三个 最重要的使徒 彼得 雅各 和 约翰 对不对 雅各是第一个 为主的教会 殉道的使徒 彼得是 主耶稣曾经 应许 又把天国的钥匙 天国的那个 门第钥匙 要给他 这个 要把教会 建在他这个 磐石上 所以他也是 属于教会里 最重要的一个 徒工 同时呢 彼得的 这个雅各的 兄弟约翰 约翰是一直 活到 在启示录的时候 整个神 让他看到 新天新地 新耶路撒冷 在那个 新赋 迎娶神的教会 那样一个光景里面 所以你只要 约翰是最后一个 将神末后的启示 彰显在我面前的 所以这三个人 在变化山上 显示了 今天我们的教会里 最重要的三个使徒 当然后来还有保罗 那 这三个人 是新耶路教会 最重要的三个使徒 那旧约里面呢 有两个贤局 非常重要的 一个是摩西 一个是以利亚 摩西代表什么 代表 这个律法时代 以利亚呢 代表的是 君王时代 所以这一段 正经所讲的 就是我们 基督徒在教会的光景 所有的 从旧约到新约 所有的 这个重要的使徒 重要的先居 都在这里出现 同时还有主耶稣 登山 变下 你知道 那个时候 主耶稣是最重要的 人后 虽然他在序上 圣经讲说 他是形容枯架 对不对 看起来比众人都憔悴 鸭霜的路 他不折断 僵残的灯火 他不熄灭 给人的感觉就是 他和众人 和我们大家 在老苦中打拼 在老苦中 谋生的人 没有多大的区别 所以你说 主耶稣33岁的时候 圣经里面那些 文学法律三人 曾经问过他 他说他比亚伯拉罕 没有亚伯拉罕 之前记得他 文学法律三人 就问他 说你还不到50岁 你还不到50岁 怎么可能 没有亚伯拉罕 之前就有你呢 主耶稣那时候 才30岁出头 一个30岁出头的人 被人看起来 像50岁一样 你就知道 他那个时候 他整个的彰显 没有什么荣耀 因为他本身来 就是来救济我们 他来认同我们 他来承担我们的罪 承担我们的软弱 可是在这一刻 在这个山上 不一样 在这个山上不一样 遍的那个形象 脸面明亮如日头 衣上皆白如光 就是主耶稣 基督复活之后的形象 在这之前 给他们一个预言 给这三个文徒 一个预言 所以彼得这件事情 非常非常的 有印象 印象非常深刻 所以在彼得前书里面 彼得后书里面 他曾经 讲了这么一大段 就讲到主耶稣 在圣山上 向他们献献 而且上帝 曾经也向他们来 彰显基督是神的儿子 所以这一段讲到什么 就是讲到我们基督徒 在教会的关系 在教会里面 怎么样 我们往下看一下 在教会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感觉 主啊 我们在这里 真好 刚才师班在上面敬拜 大家大家都很享受这个敬拜 对不对 你来到教会的时候 你知道 你把所有的疲惫 所有的软弱 所有的伤心 所有的灰心失望 都放在这里 因为耶稣都求难了 你来到这里 就单单的来敬拜他 你来看那光明的云彩 你来看主耶稣基督 用他的荣耀和美德 来铺装你 来信你 所以你说什么 在这里 真好 而且怎么样 不愿意离开 他们想住在那里 搭三个棚子 对不对 一个是给主 一个给摩西 一个给尼利亚 然后呢 这根沙不是搭完了 就下去了 他们就留在那里了 准备就伺候这三位 而且也不用管 山下还有九个兄弟 对吧 耶稣一共十二个门徒嘛 这三个在下面 下面那九个 不用管他们 我们三个在这里 高兴就可以了 我们三个在这里 有喜乐有平安 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在教会里 经常有的 这样的一种心态 我想每一年 我们都有退休会 对不对 大家去退休会的时候 都带着一个 很高的一个气派 到那边讲员 讲很好的信息 大家呢 吃很好的食物 然后在一起聚会 在一起分享 在一起祷告 在一起敬拜 然后每一次聚会 那个地点也不错 是不是 要么就海边 要么就在岛上 哇 那个那一个礼拜 大家就会觉得说 那个周末过得非常非常地短 每个人都感觉 就是在这里真好 要在这里能搭几个棚子的话 不用走就好了 对不对 然后每一个来到教会的人 如果说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 这是神所喜悦 这是神所喜悦的 但是有一件事情 神没有让我们就停留在变化山 他自己 耶稣基督自己 也没有就停留在变化山 在教会里 非常明显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 我们往后翻译一下 第五节所说的 这是我的爱祖 我所喜悦的 你们要听他 就是上帝 一起圣基督 让我们来听从基督 不仅要听他 而且 一行再往下 翻译 翻译一下 而且怎么样 第八节 他们举目 不见一人 只见耶稣在那里 在教会里 我们所需要做的 就是只见耶稣在那里 不见一人 只见耶稣 这是我们在神的家里 需要做的 我们只看耶稣 因为人 我们没有把我看 没有一个人 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 只有耶稣基督 是我们目光 所聚焦的那个焦点 所以你知道 在这里所说的 就是当我们 在教会里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带着一个敬拜的心 来到变化山 看到主耶稣基督的荣耀 他的荣耀也吸引我们 我们就跟他一起在山上 同时我们有一个 不舍 我们都不喜欢 离开教会 离开教会之后 事情就和在教会里 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希望 有搭三个房子 摩西 以利亚 耶稣 这个事情 其实当时 主耶稣没有同意 但是之后的教会 一直都在做这个事情 这样讲 圣彼得大教堂 是什么 是门徒给 耶稣和彼得 搭的房子 圣约翰大教堂 是门徒给 约翰和耶稣 搭的房子 路德宗的教会 是门徒给 主耶稣 马迪路德 搭的房子 后人一直都在做这个事情 后人一直都在做这个事情 但是主耶稣 做了一件事 就是第九节 下山的时候 耶稣没有停在那里 你知道这个摩根弟兄 曾经在讲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他讲过 他说 在变化山上 神的儿子 已经全然得胜了 面对所有的试探 耶稣都已经全然得胜了 他在这个世界上 到33岁那一刻的光景里面 他没有犯过任何的罪 他没有任何的软弱 他也没有任何的亏欠 整个在那个时候 上帝对他就是一个嘉奖 使他整个的人变了形象 有一个极大的荣耀在那里 所以在那个时候 实际上 耶稣就已经ready 就已经准备好 可以直接被主提走 因为这是一个完全的人 他在世上没有任何的软弱 没有任何的罪 他绝对可以直接被提的 直接可以上天了 但是问题是 他走了 我们怎么办 他被提上去之后 我们这些人 就没有任何盼望 所以主耶稣一定要下山 山上再好 他的使命还没有完成 他如果在变化山上 就被接走的话 我们所有的人 都依然活在罪中 依然在黑暗里面 依然是在一个没有指望的永行里面 没有一个永生的盼望 所以他一定要继续往下走 因为后面还有什么 还有橄榄山 后面还有使命山 他要在橄榄山上为我们死 他要在橄榄山上为我们舍命 所以你知道 舍命了之后 在使命山 他给我们一个大使命 而且同时之后 把圣灵赐给我们 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都可以有这样一个荣耀的盼望 有一个主耶稣 在这个变化山上 那个荣耀的彰显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境界 所以你知道 我们经常讲是 耶稣吸引我 我就快跑跟随 这个话是对的 但是不完全 因为主耶稣的目的 不仅仅是吸引我们 世上吸引我们的人多了 对不对 比如你是周杰伦的粉丝 那周杰伦就特席你 对不对 他到哪里太养 他的话就跟着 但有一个特点 周杰伦在台上唱歌 你在下面 无论是鼓掌 无论是大叫 无论是那个什么 光棒 这些都没有问题 甚至你可以上去 跟他一起和唱一首 那就莫大的荣耀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周杰伦唱一首 你也唱一首 周杰伦再唱一首 你又跟着唱一首 到时候怎么样 你就会被个空下 对不对 因为他吸引你 是你来敬拜他 你来追随他 但是不代表你要和他同等 而耶稣来到世上 他不仅仅是吸引我们 他还怎么样 他还呼召我们 所以在彼得前书里面讲 他说神的神能 已将关乎生命前进的事 指示我们 皆因我们认识他 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 招我们的主 他已将他既宝贵 又极大的允许赐给我们 叫我们脱离这世上 情欲而来的败坏 就得与神的性情 丁姐妹们 这句话太宝贵了 他是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 来招我们 招我们的意思就是说 你来 最后的结果是 我的生命也给你的 我所有的都给你 你就和我一样了 所以他称我们为弟兄 不以为耻 丁姐妹们 吸引和护照 绝对是两个事 吸引是代表说 你过来 但是你还是你 我还是我 我永远都在吸引你 你永远跟不上我 所以我们刚才有个 奔跑不放弃 我跟你讲 如果单单就是吸引你的话 总有一天你奔跑会放弃 因为耶稣就像藏帽墨一样 你总觉得他在你面前 又高大 又俊美 又完全 你怎么在他面前 都是自残情慧 可是有一天 当他把自己的美德 把他的生命给你的时候 那个叫呼召你 那就不一样了 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你知道 在这里他所讲的 就是主耶稣一定要下山 走这样一条道路 在爱中舍掉自己的生命 从此我们每一个人 可以得着他的那个生命 中间这一段 他是讲到所谓的利亚 也讲到自己的复活 我把这一段跳一下 下山的时候 往下走一段 我们看一下 再往后 到第十四节 十四节 再往前一讲 再往前一节 对十四节 下山以后怎么样 耶稣和门徒 就来到众人那里 然后呢 当他来到人前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就面对了人的需要 这个人就有需要 主啊 怜悯我的儿子 他还颠颠并狠 屡次跌在国里 屡次跌在水里 再往下 再往下 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 他们却不能 依据他 弟兄弟妹 第十六节 讲到这三个 跟着耶稣上山的门徒 上山的时候 觉得自己 好了不起 跟着耶稣一起上山 这个摩西 以利亚自己都见到了 主耶稣的荣耀的样子 他也都看到了 自己真是 还是有一定的 怎么样 有一定的范儿 结果一下来 被人家去指出一件事情 就是你原型不必漏 怎么样 这个人 他有一个需要 把这个需要带到门徒那里 他在跟耶稣告状 对不对 带到你门徒那里 他却不能医治他 就说来说去 你跟了耶稣半天 你们不灵 不好使 然后耶稣就说了一句话 整个卷圣经里面 耶稣唯一的 好像发了一点抱怨的 就是在这里 他说 这不信 又背诱的世代 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 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 把他带到我这里来 这句话里面 非常丰富的信息 非常丰富的信息 因为一个基督徒 当我们和主耶稣上山的时候 我们经常就忘了 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真正我们是什么样的光景的时候 是在山下显示出来的 不是在山上显示出来的 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或者我再说一遍 山上和山下的区别 就是山上讲到教会 山下讲到社会 一个基督徒 在教会里 他可以很属于 他可以很有面具 很有伪装 可以有人爱喜乐 和平忍耐恩赐良善信实温柔结智 这各种各样的果子 见面之后 张弟兄你好 林姐妹你好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可以非常非常地好 可是真正彰显他生命是在山下 是在山下 面对这个社会的时候 面对众人的时候 他的那个表现到底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今天讲我的信息是山上和山下 讲到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和他的生活 有什么样的生命 他就过什么样的生活 没有那个生命 你过不出这个生活来 对不对 你把鸡扔到河里 让他练自由泳 练蛙泳 练羊泳 最后不管怎么练 最后过五分钟就淹死了 怎么扑都这么用 对不对 你把鸭子让他河里 什么泳都不让他练 人家一进去就可以游 因为鸭子生命就是游不了游 鸭子生命就是能游 你有什么样的生命 你才能过什么样的生活 否则的话 我跟你讲 你一个基督徒 如果说你没有那样的生命 你逼着自己过那样的生活 力至先占有了你 行出来游不得你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 取死的身体 你知道 在我们的里面 总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们是没有办法 靠自己这样一个天然的老我的生命 过一个属天的生活 不可能的 而主耶稣在这里讲的事情 他没有责备门徒 他也没有说这个孩子 他讲的是这个世代 不是门徒的问题 不是孩子的问题 是这个世代的问题 因为这样的世代 所以我们就都有一个病 都有什么病啊 都有电减病 你我都得了电减病 你信不信 而且不仅你我得了电减病 因为这个世代 这个国家都得了电减病 屡次跌在火里 屡次跌在水里 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前几年刚是这个 美国的中西选举 对不对 我们美国的国家就叫做 屡次跌在火里 屡次跌在水里 四年一次 民主党双台跌在火里 共和战争男生跌在水里 来而回的折腾 我们也是一样 你今天升官了 发财了 加薪了 升职了 高兴 走在法拉圣的马路上 觉得天地都是你的 这个 这个谁拦住你 这叫跌在火里 今天你被解雇了 你被你的恋人给甩了 你被老板骂了 你被人欺负了 你走在法拉圣的街头 你觉得自己就是 世上最大的一个失败者 跌在了水里 这就是我们的生命 所以你知道 耶稣讲我们的生命 就是一个波浪型的生命 上上下下 一会儿再波风 一会儿再波风 屡次跌在火里 屡次跌在水里 太形象地 讲我们和讲究的时代 而这样的一个时代 它的特点是什么 两个特点 一个叫不信 一个叫被人 一个叫不信 一个叫被人 所以主耶稣给我们两个解放 一个基督徒他有两个身份 一个身份叫做什么 祭司一个身份叫做君王 在教会里你的身份 就叫做祭司 在社会里 在世界里你的身份 就叫做君王 你进到教会 你要解决的问题 是不信的问题 你出到社会 你要解决的问题 是被有的问题 一个人来到教会 他一定要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他不信 每一个人 他必须是最后 带着一个信心 来到神的家 才能够得到神 给他的那个奖赏 心怀二义的人 在所有的事上 都没有定见怎么样 最后他是为何要 他一定要有个信心 所以来到教会 把人领到教会来 解决的是他的什么问题 还不是他道德的问题 不是他各种各样的问题 是解决他不信的问题 是他对这个神 他有一个怀疑 他对这个神 他有一个拒绝 解决这个问题 那你说教会里 是不是都是信的 有没有不信的 当然有 所以人类历史 有两个人 两个西方人 两个马丁路德 一个就是德国改教运动的 领袖马丁路德 还有一个就是 黑人的名传领袖 马丁路德金 一个是白人 一个是黑人 一个白马 一个黑马 白马解决的问题 就是不信的问题 因为主耶稣 已经复活一千多年了 在中世纪的天主教会 竟然最后还要花钱 买赎罪券 才能够上天堂 而且为自己死去的亲人 买赎罪券 才能让他上天堂 所以马丁路德 最后在圣经里 看到了一个 非常引人忠目的 四个 中文字是四个 四个大字 因信诚意 所以他改革了教会 才开始有我们新教 才有我们这些信徒 因信来到他面前 所以就算是天主教会 这么多年了 一千多年 他们依然是跌在一个东西 叫做不信里面 是这个马丁路德 改变了这个事实 使我们成为 回归到一个信仰的本源 和信仰的根基上 这是解决不信的问题 那被谬的问题呢 很简单的 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 因着不信耶稣就有很多的被谬 对不对 最简单讲一件事情 早期的宣教士来到中国 在中国的清代 到中国的时候 一看到那个妇女 裹小脚 他就知道这是一个 什么 被谬的事情 虽然全中国都觉得 以此为美 但是这些人一看就知道 这个社会里面 在中国的社会里面 这件事情是一个被谬的事情 在属灵人的眼中 一看就能够知道 那你说 不信有被谬 信的也有被谬 信的也有被谬 美国这样一个 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 到什么时候 才改变了 黑人的那个 那个 那个 下等公民的状况 是1967年呢 是马丁路德 用自己的生命 用自己这个被暗杀 这件事情 最后来翻转了 怎么样 美国黑人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身份的地位 意义上这是一个 在 一直持守圣经 持守神的道 当时的清教徒 来到美国是要建一个什么 山上之城的 竟然还有这样的一个被谬 而且就算是清教徒 建了山上之城 最早的时候还有黑奴呢 对不对 因为这里面也有被谬 这个被谬的原因 就源于 当年的 改革宗 加尔文的神学 对人所取解 这是预定论 预定论这个东西 我们活在时间里的人 没有办法完全解释 就是有些人预定要得救 有些人预定要成功 这件事情 我是解决 我解释不了 因为你是在时间里 神是在时间以外 他所知道的事情 是我们所不知道的 但是人 就用这个预定论 来做文章 就麻烦了 所以你知道 清教徒来到美国之后 在他们的眼中 他们有一个预定论 这是在信仰中的一个被谬 在他们的印定论里面 怎么样 印第二人都是不得救的 注定要成功的 黑人都是注定要成功的 所以 我可以杀印第二人 我可以让黑人来做文章的 信的也一样 有被谬的 所以你知道 我也问上帝啊 我说这个 等我上了天堂的时候 我会看一看 这个 马丁路德和马丁路德金 这两个黑人 这两个黑人 这两个白人 在谁在上帝的这个面前 想想更多一些 我觉得好像分不出来 因为他们两个都完成了 自己在这个世上 神给他们的使命 你知道 一个解决了不信的问题 一个解决了被谬的问题 所以你知道 这不信又被谬的世代 我在你们这里 要到几十年 非由我们每个人 基督徒来讲 神的话是平衡的 我们的生命也是平衡的 我们不可能只在教会里 做一个祭司 出去以后 把自己君王的身份 留在那里一点点不管 你在这个社会 是有一个担当的 因为这个世代 这个世界本身就是造出来 让我们这些神的儿女 承受为产业的 你要知道 你在你的职场里面 你在你的工作里面 你在你的家庭里面 你是有一个职责的 所有的人 都不仅仅是来到教会 做一个基督徒就算了 所有的人 他都有一个怎么样 在这个社会上的一个使命 在这个社会上的一个责任 而在这个社会上的事情 才真正显示出 我们生命的真实状况 这个叫做 什么样的生命 足够 什么样的生活 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都是在 这样的一个挣扎里 我想我以前 有一个弟兄 我还认识他 很属于那个弟兄 很属于那个弟兄 但是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个 很悲惨的一个事情 在教会里 也是非常贵心 也是非常的可目准 可是有一件事情 就是 他呢 因为工作的缘故 一直失业 失业了好多次 所以到最后的时候 每一次他失业以后 他都吸引了非常非常的 我们讲 忐忑 非常的不安 所以 他有一次很长时间的失业 然后终于在 最后的关头 找到了工作 所以他就非常保费 他这个工作 非常保费这个工作 结果呢 他的老板 又特别的苛刻 任何一个时候 都要给他打电话 去加班 周末也要加班 平时什么时候 一来电话 就能让他自己加班 那这个弟兄呢 听到老板的电话 马上就把什么事情都放下 就去 对于公司 结果 那一年 十年前了已经 他这个 太太 凶小孩不久 小孩才 差不多半岁吧 六个月左右 那天早日呢 他太太有事情 他就去上班的时候呢 他太太就让他 把小孩送到 国务所 结果在路上 老板来电话 把他一顿臭骂 问昨天说的那些东西 怎么怎么出了那么多的问题 把他吓得了 去托车所的路上 直接就把这个车拐过去 拐到公司了 然后到了公司 停车场 车一行 直接就上楼去干活 干到中午十一点 他老板来电话 问儿子怎么样 他突然想起来 儿子还在车里 那是在德格萨斯州 奥斯基尔 夏天 车是四十多度的 他下了楼 到了车里 你看 小孩已经没有呼吸了 已经死掉了 你知道 没有人能够安慰这个地球 只能求主自己来安慰 你知道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很多的时候 我们依然是敬拜 依然是赞美 依然是很多的 我们来追求他 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当风浪来了的时候 当各种各样的试探 各种各样的诱惑 各种各样的拦阻 各种各样的挑战来了的时候 这才真正显明我们的生命 我们讲我们在主里 要有平安 我们讲在主里面 我们一无挂力 我们在讲主里面 我们刚强壮大 可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 主到底是不说 我们能不能靠这个信 来解决这个世界里面 被用的问题 这个老板肯定是有问题 可是问题是我们自己 这个信仰 在我们的生命中 有没有没有活化 这是最重要的 我很多的时候 我也是 我觉得说 需要在神的面前 好好地来反省 好好地来思思 我们信的这个神 祂是有能力的 我们讲说 我们的好处不在祂以外 我们讲说 祂有一切事情的答案 我们所有的事情 祂都有答案 可是有一件事 我们听道 可是我们能不能行道 我们就算能行道 我们能不能活成这个道 这是不一样的 我们每一个礼拜都在听道 尤其是如果信主十年 他应该听 每个礼拜都去教会的话 他应该听五百多篇道 今天的问题 不在于说 我们不听道 而是听了我们行不行道 你说我也行道啊 我听着牧师讲 我也努力地去做 给你们 努力地做 不是神所喜悦 神所要的 不仅仅让我们行道 祂让我们活成这个道 你到底是怎么样 你来 你以本相来到祂的面前 就像大卫一样 大卫的祷告 全都是以本相来到祂的面前 就像撒穆尔的妈妈哈拿一样 他来到神的面前 就是清真主义 我不行就是不行 我也知道不行 耶稣你也知道不行 耶稣你不但知道我不行 你也认为我真的不行 所以你才会 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对不对 如果说有一天 我觉得我行 那耶稣你没有必要为我死 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讲 对你们 活成这个道 才是最重要的 如何活成这个道 主耶稣曾经有一个最重要的比喻 给他 他就是一个什么 撒准的比喻 对不对 主耶稣说这个比喻 其实也重要 就在于说 你如果不明白这个比喻 所有的比喻 你都不明白 因为他讲的 由而可听的 就一能听 撒路的比喻 大家都知道 有一个人去撒水 撒在路旁 怎么样 被飞鸟叼走了 吃了 撒在凸显石头地 然后呢 等到有风吹 就都吹跑了 撒在荆棘地 然后呢 他也长 荆棘也长 结果不能劫持 最后是撒在豪土里 劫持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 就你们 我非常喜欢这个比喻 这个比喻 这个比喻就讲到说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和我们的生活的表现 我们的生命都是一样的 就是那个种子 主耶稣说 这里撒的种子 没有坏种子 全是好种子 都是天国的种子 都是生命的种子 但是撒下来之后 我们身上所彰显的不一样 就在于 我们里面的土 有问题 而土 就是我们的心 所以圣经说 你要保守你的心 生活保守的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 第一种 撒在荆棘 路旁 代表什么 代表说 这道还都没进你心里 就已经被魔鬼打走了 圣经最典型的例子是谁啊 就是犹大 对不对 他根据耶稣三千半 耶稣所行的神迹 他都看见了 耶稣所讲的到的 都听见了 直到最后 主耶稣设计主的晚餐的时候 把兵给他的时候 他吃了 结果 是一个适得其反的功效 撒但就尽了他的心 坚定了他 卖耶稣的意思 那 当我们认为 他有同 而且他属于 听得到的 东西的东西 都会是有关系的 有关系的灵兽 但是没有办法 没有很深的根 他下面有个大石头 丁姐妹妹 我们要小心这个石头 这石头是拦阻我们信神 拦队我们听神的话 拦队我们行神主义的一个重要的东西 所以因着这样的一个缘故 我们往往就停留在上帝的恩典上 而不是停留在神的生命上 所以我经常比喻 东海岸的树和我们 我原来在西蒙西哥中的树不一样 东海岸的树死的都是躺着死的 我们西蒙西哥树全都是站着死的 东海岸的树全都是跟很前 所以飓风一来 啪啪啪一片一片的倒 对不对 电线钢子都压断了 然后就在路上全都是 就是很王级的到处都是大树 不管树多粗多高 倒下去之后都连根拔起 你猜看这个根都很前 为什么 为什么前 因为雨水太充足了 雨水充足的时候 它的根就不往深处去 它只要横着长回形 所以树虽然看着很大 但是根很浅 风一来马上就倒 而且东海像康州那边 我在逃地的时候 全是石头 那个石头 就拦住它的根往下走 而在我们那边的树 那边没有雨 根本就没有雨 所以树要想长成了 只能是拼命地把根往下扎 去寻找地下水 所以那树只要是存活 它一定有非常非常深的根 所以那风怎么吹都不倒 所有的都是站着死的 那怎么死呢 都是活给烧的 它不是风给吹的 都是火给烧的 所以都是站着死的 那对于我们来讲 其实都是这样的 那个日头啊 照在我们的神上 经济的日头 其实是好事情 神让我们的生命 可以经历一些难处 经历一些不容易 是让我们的根呢 扎到这身体 扎到它的里面 在基督里得着那个满足的喜乐 得着那个丰富的平安 所以我在讲 一个提督徒 他生命中 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神所赐给他的上好 最大的仇敌就是他赐好 就是神的救恩最大的仇敌 就是平时给你的那个五子登科 如果你来到教会里 你要的就是房子 妻子票子 这个位子和孩子的话 有姐妹们 神不是不给你 这些都给你 但是他有一件事情 让你一定要知道 是什么 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 你要有一个侧重点 你要有一个priority 有一个主次关系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说你来这里所寻求的 就是上帝给你的属世的恩典的话 弟弟姐妹们 你不用来教会 你去找慈祭 你去佛堂 你都可以做 不用来到这里 你走的这条路 是一条斩路 我耶稣讲的 你走的 你记得这个门 是一条斩路 它的上面 有一个十字架 耶稣背十字架走 你我也要背十字架走 没有任何exception 没有任何的例外 而这个十字架 这个阳光照下来的时候 是为我们的意义 让我们的生命有根有基 有一天有苦发现 无论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合金 我们都能够看得出来 审判我们每个人的 不是我 不是长老 不是同工 是上帝 神儿子 他自己 第三件事情 就是掉了到荆棘地 图形 这个荆棘地 有根 也长 但怎样 不结果子 我们生命里面没有果子 因为那个荆棘代表着什么 世上的今世的忧虑 代表着世界的诱惑 代表着今生的厌乐 各样的私欲 你给我检查一下 马上就不感恩节了 马上就到年底了 我们都检查一下 这几样在我们身上 有没有权柄 钱财的迷惑 所以说 世上的思虑 你有没有各样的思虑 都有思虑 对不对 我们每个人都怕 圣经说 圣经里面讲到 怕子 有365怕 大概我们每一天都怕 上帝反正讲说 刚强状态 不要去怕 因为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在我的里面 你们有平安 你有没有这样的见证 就是当我害怕的时候 当我软弱的时候 当我的眼睛就冲在世界上的 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就不敢走 就长不出来了 就不能结果持 所以达米弟兄有句话 我说得非常好 我非常安静 他说在信仰的道路上 难处一定是真实的 没有一个弟兄姐妹 在我们的信仰道路上 没有难处的 难处一定是真实的 可是只有当你不信的时候 难处才成为障碍物 只有当你不信的时候 难处才成为障碍物 什么意思 障碍物的意思就是 难处你往前走 走不下去了 所以当你的眼睛 盯在难处的时候 它就成为障碍物 当你的眼睛 因着信心盯在基督的时候 障碍物就不会成为你的难处 难处不会成为你的难处 就像彼得在海上先走的时候 看到耶稣 他就可以走 看到风浪 他就走不下去 就是这么简单 钱财的迷惑 对不对 我每一个人 面对钱财 面对这世界 我们都会有 那个天然交战的时候 我说过 这时候 我一般来讲 我就喜欢看那个魔戒 最后结束的那时候 那个小二人 对不对 你知道 他的使命就是把那个戒指扔到流氓火狐里 把那个象征世界王的那个戒指 象征世界对他的诱惑和这个挟制的那个戒指扔到火狐里 结果到最后一刻 结果到最后一刻 九九八十一代都过了 到最后一刻 拿那个戒指扔下去 带到自己的手上 因为他也想做流氓 最后 最后 有一个跟他一直争的那个小怪物 把他手指头给掉 沿着这个戒指和手指头 还有那个怪物 一块地掉到火狐里 烧死 等他出来 从这个悬崖上上来的时候 整个魔军的势力 黑暗的势力 那些军民全都消散了 所以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面对这些所有的诱惑 抗民主绝对战胜不了 唯独要抗耶稣基督 所以所有的这些 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 就是要想结果 我们的心要有一个好 是什么 就是你要做一个好土 要被十下肯定过 要被圣灵浇灌过 要被神的道洁净过 然后你就能 洁福果出来 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 我以前听过一部曲讲到 我觉得非常对我有期待 他说什么叫三十倍 六十倍一百倍 就是如果你这个人 你一生里 听到神的话 顺从神的话 顺服他取义 按他取义 而行的事情 是百分之三十倍 你这个人的生命里面 就能结束三十倍的果子 如果你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 是占到你一生的百分之六十 你这个人的生命 最后能结束六十倍的果子 如果你这个人 你一生里面所做的事情 所行都是行在神的主义之中 你这一生 在神的眼中 在神的果里 就能结束一百倍的果子 我们自己算一下 我也给自己算一下 我觉得我现在 百分之二百分之三 有可能结束两倍三倍的果子 那这算不错了 可能还有点自夸 差的还很远 差的还很远 我们经常讲说 主我在这里 你拆钱我 哇 唱这个最知心的朋友 唱这个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哇唱的鼻涕一把 在那里 对不起 我跟你讲 一个比较严酷的事实 就是你有这样的心 和主有一天真用你之间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切要素 还有好长的一段路 一段十字架头的路 神要一直要制作你 神要一直来熬练你 神要一直来改变你 直到有一天 你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道路 对他 摩西四十岁时候就想非主左右 要没事的话干嘛不做王子 跑到这个 跑到这个以色列人面前 然后还把这个欺负以色列人的IT人给打死了 那这一想当谁用的 对不对 我是有两下子的 结果神不用他 搞到旷野里待了四十年 八十岁的时候 斯蒂玛就说摩西这个特点是什么 他学了IT一切的学问 说话做事都有才能 就说很厉害啊 埃及四大文明母国之一 对不对 摩西学了一切的学问的话 他什么是很厉害的 结果到八十岁的时候 神才用他 用的时候摩西自己说什么 我是灼口笨蛇的 原来是说话其实都有才能的 现在变成灼口笨蛇 然后上脸 还用他 神用人从来不用人的那些天然的物质 神一定要用一个被琢磨热气 用一个瓦器但是没有宝贝 为什么要这样子来折腾摩西 因为摩西真的是神所宝贝的一个器 因此创世之后是出埃及记 那摩西的生命就在出埃及记里面给我们的记录 对不对 他在这个西部来说我们讲什么 摩西因着信 他自己长大了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 宁可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 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路 他看为基督所受的领悟 比埃及的财宝更为宝贵 因为他要怯念要得的那个赏子 意思啊 西部来书讲到信心的美人里面 摩西占了非常大的篇幅 而且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 摩西这个人是一个在神的家族全然尽忠的人 而且神自己讲 我和摩西是面对面不达旷语的 我和他就像彭路一样交谈 不是四十岁之后的摩西 不是四十岁之后的摩西 出埃及记是最难读的一圈书 因为什么呢 前面还都是故事 往后读的时候 最不好的就是 难在二十五张到三十张 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能读过 大家如果查出埃及记 基本上倒闭旷野可能就很大了 二十五张三十张到三十张最难读 为什么呢 因为那就是一个施工手册 上帝给摩西人和以色列人 如何来造会幕的施工手册 全都是数字材料 全都是这个东西 整个五张全是这个 你要查听的话 你觉得枯燥的不得了 啥都没有 哎呀你好不容易熬过了三十张 往前走啊 你会发现 查到三十五张的时候 发现 这和二十五张一模一样 整个三十五张到四十张 和二十五张到三十张一模一样 我跟你讲 那时候你苦不堪言 我是查过的 我们当时我们就不查了 这有什么要查 前面刚查完好容易爬出来 那三十五张四十张和前面 二十五张三十张一模一样 前面二十五张到三十张讲的是 上帝如何启示摩西 怎么造这个房子 怎么造这个会幕 三十五张四十张 啰啰啰啰嗦讲的是 摩西如何按照上帝的启示 一步一步怎么造这个房子 圣经是非常严谨离开的 没有废话的 偏偏在出埃及机里面 连贯大乱的重复 为什么 考过试的人都知道 凡是老师反复重复的东西 都是必考的 都是重点 所以你记住 圣经也是这样的 在这里之所以要重复 就是这件事情 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因为二十五张到三十张 讲到的就是 神给摩西的山上量身 就是你要建会所 你要建会幕 完完全全按照我的指引 一点不能参与自己的意思 一点不能走标 这时候摩西是非常容易的 我要的摩西的话 我都不用管了 埃及呀 基茨塔怎么造的 对不对 摩西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 建一个基茨塔都那么容易 建了会幕还不小菜一碟吗 你老人家不用管 你就包在我身上了 我一定给你建好 这是四十岁的摩西 八十岁的摩西 不这么讲 八十岁的摩西 他听了整个二十五张到三十张 上帝给他的启示 三十三的启示 三十五张到四十张 他规规矩矩 一丝不苟 一模一样的把这个启示造出来 二十五张到三十张 是一个蓝图 时空图 三十五张到四十张 就是一个尸体 造出来的那个会幕 所以二十五张到三十张 讲到上帝给我们的呼召 讲到上帝给我们的启示 三十五张到四十张 就讲到道成了肉身 我们的生命实实在在的 把这个都活出来 所以到了四十张 那一张灰梦见起来的时候 耶和巴的荣光充满了灰梦 哇 你看内米克时候那个荣耀 没有姐妹妹 这是我们需要学的 这个是我们需要学的 你今天在上帝的面前 二十一八年一月一号 你所祷告的 上帝给你启示 到今天 你做出了能场 你行出了能场 到我们人生终点的时候 要去见主的时候 有两张纸 一张纸 是上帝对你的呼召 或者对你的要求 或者是给你的感动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 写在那里 我这一生有哪些同事 还有一张 就是初爱识记二十五张到三十 三十五张到四张 就是讲到道成肉身 就是上帝所给你的这些呼召 到这些命定 你到见证的那一刻 你活出了多少 我在想 如果你活出了百分之三十 你这一生就有三十倍的活资 你活出了百分之六十 你这一生就有六十倍的活资 你活出了百分之百 你这一生就有一百倍的活资 所以你我在神面前 要好好地思考 道成了肉身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如何能够活出一个在山下的人的样子 今天我所讲的这些 各位姐妹们 回过头 你记住也好 忘了也好 但是有一件事情 神已经讲了 到那个时候 有火发现 人的工程怎样 是要验收的 不是我做验收官 不是牧师做验收官 不是张伯利牧师做验收官 不是因为你在丰收华下 张伯利牧师就可以在神的面前 可以提你每年几句 没有这个事 耶稣自己做验收官 我在这个世上 我是一个先生 上帝把我的妻子托付给我 我是不是尽心尽意地爱他 是不是帮助他 是不是带领他 是不是在鼠灵上遮盖他 我有一天见祖的时候 我要跟他交账 我作为一个父亲 我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 我每一天都站在年轻 神把这两个生命放在我的生命里面 我是见到他还是拆毁他 我是帮助他还是逼捆他 我有一天在祖国面前要交账 今天神把你放在这个教会里 面对你的同工 面对你的弟兄姐妹 他们的生命 是因着你得益处还是得招损 你有一天在祖国面前要交账 这件事情没有开不得半点玩笑 因为神是大而所为的 你不要以为我们每一天都在讲爱 是的 在祖里面有爱 可是你要知道 在面对上帝的时候 你有没有保罗那样的确据 那美好的仗路已经打过了 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进了 那索性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 我有个图定 就一定有一个公益的冠军 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 我有没有这样的信心 我现在还不能说这个 我知道我有一个旧温的确据 但是我有没有一个奖赏的确据 我有没有一个到一天 面对这个管我要账的主人的时候 我能够交出一个一百倍的这样的答案的确据 还看到 所以我还在这条路上奔跑 求主念力 有一天 我可以在主人面前 我不敢说交出一个优秀的答案 最起码能够交一个合格的答案 所以弟兄姐妹们 神是侵犯的 在神的家里是侵犯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 我们来省调我们的那边 神所给我们的 超过我们所求所向 你无论是一千两名字 五千两名字 三千两名字 神知道你和我 有多少本事 有多少好累 但是当神给你一个托付的时候 你要知道 这些事情本身 代表你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责任 有一个使命 张牧师 带你重说话下 他是牧者 他要为群羊的缘故 向上帝交叉 随长老 在这边是你们教会的权利 他有一天 在上帝面前 要为你们的缘故交叉 他也有一个工程 要被火来试炼 在座的各位同工 有一天 你们也有个工程 要被上帝 来试炼 来烧的 是金银宝石 还是草物货席 我在你们这里面讲到 我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 句句都可以定准 到上帝面前 有一天 上帝要给我做一个review 做一个回放 我也要在他们里面教导 所以我们的生命 是需要一直靠主 我们的生活 需要由这个生命来活动 从来不存在一个 演戏的组织 虽然保罗讲的 我们成了一台戏 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这台戏 不是你在神面前的演戏 而是说你这样一个人 就是一个火箭军 世人和天使人每一刻 都在盯着你 都在看着你 看你在做什么 看你在想什么 看着你的心里面 到底是什么 你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 所以就是年明明 在山上 我们要敬拜祂 在山下 我们要合处祂 进道教会 敬拜荣耀基督 出道教会 跟随卑微耶稣 这是一条实际上的道路 神也跑不了 你我都在这家路上 斩门斩路 直到最后 是一条宽大又有功效的门 是一条永生之路 愿让我们每一个人 面对主的时候 在那一刻 我们得到的 是天上冠冕 是那个奖赏 而不是主说的 你是又懒又恶的 我们 住到外面 爱不切成 我们不会丢掉救恩 但是我们丢掉了奖赏 丢掉了在主面前的称赞 丢掉了那个当俄之地 却成为我们一生之中 非常遗憾的未经许 谢谢您 您一起来